现在是下午的3点50分 伴随着行星的罗鼓声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两位尊贵的客人 他们就承担天空二号空间实验室 和神舟11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两枚火箭的抵达 对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来说实属首次 火箭的进场也标志着天空二号和神舟11号载人飞行任务 进入发射准备阶段 长征二F运载火箭为捆绑式二级液体运载火箭 起飞质量约为493吨 捆绑四枚助推器 此次发射所用的火箭主要在安全性与可靠性方面 做了部分技术状态更改 自7月9号天空二号进场以来 参事人员对天空二号空间实验室已经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 安装各类部件并对参事设备进行检修检测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 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进行 天空二号空间实验室计划于9月中旬实施发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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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射